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一件事叫做業主立案法團 究竟什麼是業主立案法團呢? 是根據香港哪條條例成立呢? 而又有什麼責任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了梁康迅律師 Alex Leung 你跟我們講解一下 究竟什麼是業主立案法團呢? 邦律師你好 業主立案法團是根據建築埋管理條例 而成立的法人團體 因為它是凡人團體 所以它是可以告人 也可以被告的 那麼它的責任和權力 其實在建築埋管理條例已經很明顯清楚了 那麼它最重要的責任呢 就是對整個大廈的公用部分 它有權力和責任 那麼公用部分的維修保養 應該是業主立案法團的責任 那麼我聽到很多案例 可能有時業主立案法團 可能做了一個被告的 在法律上 是的 如果有任何事件 在公用部分發生的話 譬如說傷了人 那麼業主立案法團 是會成為一個被告的 那麼業主立案法團 也有責任賠償 如果是有疏忽就要賠償的 嗯 那麼我聽聞是有一個保險要賣的 是嗎? 是的 業主立案法團 法例是要求業主立案法團 買最少是1000萬的第三者保險 而保障所有大廈裡面的業主 那麼大家都希望 業主立案法團做好它的工作 令到公用地方是妥善地維修到 亦是避免任何意外的發生的 這是很重要的